更重要的是目前行政程序法 完全没有把民法所有侵权行为 我们看得到的不当得利 这么棒的人民与国家平等的制度 纳在行政程序法里面 只有在行政程序法141条跟142条规定 准用契约 而且契约还有行政程序法137条 动不动就用行政契约去凹 所以老百姓就被谋财了 对不对 这种条文全部违宪 违宪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违宪在哪里 我们要感谢7月28号 大法官会议解释 背下来766 766 以前有个566的头发 现在要766了 开始欺负国税局 对不对 欺负了他干净的溜溜溜溜 不能欺负回去吗 大法官会议解释 讲假的吗 好 他说什么 不能因为行政程序的节省成本 减便的利益就去侵害 危害或没有去保障人民应有的重大的基本人权 所以你看没有 利息不用给 嫌什么通知麻烦 这全部是违反宪法的 违反 我们要宪法第八条 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正当性 所以766大王会解释 好好引用 我们现在需要打的是什么 对了 让这些辛酸的税债户能够解约什么 对了 各位都听过我的新甘情愿的甘愿了对不对 对 因为要甘愿要选许愿埋怨 没有埋怨哪有怨 因为写歌一定要压运的对不对 之后呢还要趁愿还愿 最后还要发心愿 这些愿重不重啊 重啊 但是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的看到了 法税改革变成台湾的什么 报青天 台湾有个报青天 嗯对了 草月蓝旅边总监 好 法税改革 抓着你 法税改革 就是一个主义 就是一个理想 就是一个我们要的力量 给信仰 这个什么要做的 最后一句 有没有站在场 对了 我们最需要的是 天赋的人圈在心结 一起努力 全职 每个人都是天使 谁敢说你不是天使 抓来拜 我负责拜 一起努力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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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d神 加油 挂犯 吉他 豀 加油 儿